我们一同进入诗篇27篇 这一篇传到给他第一个题目叫做 信靠神便不及怕 同时从这一篇看到 我们一同再唱信心之歌 本篇是大卫对神在唱的信心之歌 并且强盗在一切的犯难中 对神要有绝对的信心 在这样遭难的环境当中 信靠神便不及怕 那读这篇的时候可以用三种不同的角度来读 三种角度那就有三种不同的感受 第一种角度 就是以个人信仰的经历 去体会信仰的遭遇 那这个角度你会感同身受 那第二个角度 以主耶稣的经历去体会尼赛亚的苦难 那这个角度你会更感受到主耶稣的苦难 并且在主的苦难中你会得到安慰 因为你现在受的苦不算什么 什么都不是 看到主为你受这么大的苦 你真的会得到安慰 不单只得到安慰 我们更加会去爱主耶稣 就像我们在领受圣餐 纪念主使 不是这样吃了我回了 我吃了圣餐了 没事了 感谢主了 不是这样的 在纪念主的时候 因为主的苦难受苦 让我们得安慰 让我们得感动 然后呢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就更加的爱主耶稣 这才是真正领受圣餐 纪念主使的功用 那第三个角度来读 就是用教会的代导 去学习本篇祷告的功课 那在这个角度里面 你就会更加 在祷告中 更加学会等候主 好 我们来看诗篇的27篇 这里传道把它分为三段 我们先读第一段 就是一节到六节 这一段是什么呢 这一段叫做信心的声明 阐明信心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来读一节 一二三 约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约华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还急谁呢 那作恶的 就是我的仇敌 前来赐我肉的时候 就叛蝶扑倒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 我必忍就安稳 有一件事 我曾求约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约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永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因为我遭遇犯难 他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他庭子里 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弹石上 现在我得以昂守 高过世面的仇敌 我要在他的帐幕里 欢然献祭 我要唱诗 歌颂耶和华 这是信心的声明 第一段 好 我们来看第一节 这里说 一开始说 神是我的亮光 而且神也是我的拯救 那我还怕谁呢 在黑暗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没有光 在黑暗中 如果你看到光 那就是希望 那就是 有了一个希望 有一个盼望 那么 在这个死亡当中 神是我的拯救 无论是没有光 没有在死亡也好 没有在死亡中也好 我们还怕什么呢 恐惧跟害怕 是我们人生的黑暗 也是我们内心里面的黑暗 黑暗让我们害怕的事 太多太多了 你看 许多人怕穷 难道你不怕穷吗 所以今天赚了这么多钱 为什么还是拼命去赚呢 因为怕穷 怕钱不够呀 今天许多人也怕生病 怕病 那你不看许多人 一早起来 五点多 四点多 五点多 六点多 都有起来 在晨运啊 早上也在晨运 旁晚太阳下山也在晨运 也在黄昏运动 这么勤劳 花这么多时间 为了什么 当然是希望自己更健康呀 因为怕病啊 所以不断地吃补品啊 不断地吃保健品 多贵的药都买来吃呀 但是叫你早上来 早早会你说没时间啊 所以起不了了 你朋友说啊 我们明天来去晨运 晨运啊 五点多 六点就起来了 都可以呀 没问题的呀 我们花很多钱来吃保健品啊 叫你花一点点钱 去做善事 去帮助穷人 你说你没钱啊 教会要买一些东西 叫你奉行说 这个太贵了 我没钱啊 这些都是我们害怕的事情 怕穷 怕病 怕死 怕意外 怕输 怕鬼 什么都怕 在这么多怕当中 唯一的不怕就是我不怕死 传道有讲错吗 这个也怕 那个也怕 什么都怕 鬼也怕 但是神我就不怕 这就是我们今天 很无知的地方 这么多的担忧 这么多的害怕 担忧 太担忧就变成害怕 那害怕呢 就会造成忧郁症 优异让许多人 对人生失去信心 也对生活 失去这种活力 甚至严重的 失去生命 优异让许多人 失去信心 失去活力 甚至失去信心 失去生命 但是这里说 神是我们的亮光 可以把心中的黑暗 除去 可以把人生的黑暗 驱走 刚才所讲的那些担忧 那些忧虑 都是进入到黑暗里面 这是私人大卫的经验 因为他经历了 许许多多的黑暗 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恐惧 害怕 但是他说 神是我的亮光 那我就不在黑暗里了 并且不但是不在黑暗 而且神还是拯救我的神 所以大卫重复 说了一句话 我还怕谁呢 今天我们还在怕谁 我们还在怕谁 有神的爱 有神的拯救 有种种的祝福 种种的神的同在 神的恩典 我还怕谁呢 有一个古圣徒 以前的圣徒 他的墓碑 写作两句话 两行字 你知道他的墓碑里面 写什么知道吗 他的家人跟他写什么知道吗 他的家人跟他写上 他什么都不怕 他只怕神 第二句话叫做 他只怕神 你有看过这样的墓碑吗 写这样的字的 你有看过 我看都没看过 听都没听过 一般上我们的墓碑都想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死了的人会复活 一般上都写这些 可是这个圣徒很特别 他什么都不怕 他说出他的信仰 他对神的信心 他的信仰是这么坚强的 他什么都不怕 穷也不怕 病也不怕 死也不怕 故意也不怕 他不怕这些东西的 因为他的生命中 真正的有神 真的信靠神 因为你都不怕的时候 你还怕什么 我什么都不怕 连死我都不怕 但你到底怕什么呢 第二句话 他只怕神 哈利路亚 这是正确的 不怕苦 不怕穷 不怕死 不怕输 不怕鬼 只怕死 我只怕神 但是今天很多人不怕神 我们信徒各别也不怕神 可是主耶稣怎么告诉我们呢 学书叫我们要怕神 不要不怕神 要真正的怕神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书第十章 马太福音书第十章 28节 你看耶稣怎么讲 来 一 二 三 那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 都灭在地狱里的 真要怕他 今天谁能够把我们的 我们的生命跟灵魂 灭在地狱里的 谁 这个才是真正要害怕的 唯有神 能够将你的灵魂 身体 灭在地狱里 唯有神 唯独神 所以神 所以说 这个神 我们要真正地 敬畏神 怕 敬畏神 就是怕神 我们一直怕鬼干什么 鬼能够杀害我们的生命吗 鬼能够杀害我们的灵魂吗 鬼能够将我们丢到地狱里面去吗 他没有这种权力 他也不能 他也没有这种权力 可是 我们第一个天都怕鬼 总是不怕神 做错事不怕神 得罪神了也不怕神 违反独的诫命 种种的这种犯罪也不怕神 还控告神 还羞辱神 还责骂神 你以为这些只是外邦人的行为吗 我们信徒没有这种行为 没有这种事情吗 那为什么今天讲到这里呢 我们什么都不怕 我们只怕真实 好 我们就到第二节 请看诗篇二十七篇二节 这里说 仇敌前来赐我的肉 这句话描述仇敌的凶恶 头底的可怕 真的 头底如同野兽 撕咬猎物 将猎物 吞斥撕裂 所以启示录 常常将这个魔鬼 说成是狮子 也把猎物 也把猎物 形容成 说成是龙 龙 又或者把它形容成为野兽 这种种都在表达 它们是很残忍的 是很可怕的 撕裂我们 不单只吞吃 还把我们撕裂的 撕碎的 很残忍的 所以在彼得前书 五章八节说 魔鬼如同 哄叫的狮子 寻找吞吃人 要吞我们 要撕裂我们 但是大卫将 他的信仰经验 告诉我们 他也教导我们 不要怕 当恶者来的时候 这恶者就会 叛倒铺蝶 这里说 恶者就叛蝶 铺蝶 不是你叛倒铺蝶 是恶者叛倒铺蝶 注意哦 他不但不能吞吃我们 还被打败 铺蝶 这是大卫的见证 也是圣经里面 许多古圣徒 对神忠心的 勇敢的圣徒的见证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 今天的信仰生活 也有许多 得胜魔鬼的这些见证 魔鬼本来要来攻击我们 要来迷惑我们 结果被我们打败了 被信徒打败了 不但不能吞吃我们 甚至我们还在这件事上 荣耀真实 不但没有摧毁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仰更加的坚固 更加的长进 这是从又业的古圣徒 到今天末世的信徒 他们得胜的见证 许许多多得胜的见证 这种见证不是一种理论 不是一种幻想 是实实在的将仇敌打败 将撒旦赶出去 是的 那是那个作恶的 我们的仇敌 要来吞吃我们 要吃我们的这种 没有错 那因为我们信靠神 因为我们的信心坚固 仇敌就被判倒 铺跌 我们今天要看中 这些信仰的征战 信仰的得胜 这会很重要 不是常常在开会 讨论一些细节 这些很不重要的事情 把它看得很重要 就好像最近开会谈的 哈利路亚 要奉一声明讲 还是前面讲一句哈利路亚 哇 在那边一直在讨论 这些这么重要吗 这么严重吗 这些都没有关系的 也没有违反祷告 也没有违反信仰 没有违反洁命 没有违反的什么都没有 最多是提醒一下 我们奉主耶稣圣明 开始就好 需要找到来议决吗 来全国的来讨论 议决这么严重吗 很多事情我们提一提就好了 提醒一下就好 要找到来议决吗 议决就是下定论 下判断 然后如果你没有做 你就是犯规的 这个叫做议决 我们今天是 全国政治人会 谈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不断地在退步 不是进步 是不断地退步 快速地退步 因为讨论的事情 正论的事情 都是不关紧要的事 很小很小的事 深圳我们要关心的 要讨论的 要认真的 就是 将投底打败 如何得胜沙坦 如何来荣耀真实 如何为神打一场美好的仗 不断地打美好的仗 这才是我们重点 这才是我们紧张的 这才是我们很在意的事 如何来敬畏神 来敬畏神 但是你看那里有谈这些的 没有谈这些的 好 我们进入第三节 第三节这里说 虽有金兵安营攻击我 又兴取那些刀兵来攻击我 我都不害怕 我忍就安稳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心不害怕 如果心害怕 那什么都会怕 心不怕 那就什么都不怕 除了神 我再重复一次 敌人兴起这个兵刀 来攻击他 这不是一般的攻击 是整队军兵 打刀枪的 流血死亡的事会发生 大卫说 我都不害怕 我忍就是安稳 安安稳稳的 因为我的心不害怕 我心不害怕 是因为我的心信靠神 心不害怕 那就什么都不怕 心不怕 心害怕 那什么都怕 一点点事都怕 那今天你一直在怕什么呢 怕生活是吗 怕生活没钱是吗 怕孩子学业不好是吗 怕工作很多 怕工作失业没工作 是吗 是的 我们都一直在担心这些 因为你的心不断在害怕 你的心在害怕什么 你不是有神吗 有圣灵 有真理 有主耶稣 有神的祝福 有神的爱吗 难道没有这些吗 在这第三节里面 有三种不害怕 请注意 什么东西不害怕 第一节 第一节 黑暗灵道 不害怕 第二节 仇敌恶受灵道 不害怕 第三节 军兵刀剑灵道 不害怕 一节 二节 三节 都有害怕的原因 害怕的理由 可是每一节 一节 二节 三节 我都不害怕 哈利路亚 这真正的是信仰的宣告 信仰的告白 信仰的宣告 我不害怕 这些黑暗 我不害怕 这些仇敌恶受 我不害怕 军打刀剑军兵 你有这种信心吗 信了这么多年 一点伤风 一点咳嗽 一点风吹 怕到要死 最明显的就是 几年前 那个COVID-19的事情 几多人 不少的人 尸体信心 对神完全尸体信心 我是说完全 请注意我的用词 平时的信心 跑去哪里 平时常常 祷告信靠神 那种讲道 去了哪里 我承认有时会软弱 有时心情会软弱 会走下 没错的 我也会的 但不至于 全部没有吧 全部信心都嗜切吧 不至于吧 你看看回头 看看我们疫情 在这种表现 请注意 我不是一代 讲马来西亚 全球的真语书教会 的领导 希望我们以后 还会再面临 这种考验的 希望考验的时候 更进一步 更荣耀 更长进 不要再像以前这样 完全失去信心 简单说 那一次的考试失败了 但是考试还是会再来 神还是会让我们考试的 因为考试目的是 让我们不断地长进 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荣耀神 记得既然已经失败过 好几次了 不要再失败了 在定性的功课上 不要再失败 好 第四节 这里说 有一件事 那到底什么事呢 就是这件事就是 我一生一世 要住在神的殿中 有一件事 这句话告诉我们 大 大卫的人生中 有很多件事 但是在有很多的事件中 他心中只看重 这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要 住在神的殿中 瞻仰神的永美 我们有没有 看重这一件事呢 没错 我们跟大卫这样 一样 在人生中 有许多事情 但是在很多很多 事情当中 我们只看重 这一件事 就是 我有没有 看重 住在神的殿中 我有没有 住在神的殿中 这件事 那我们 住在神的殿中 在做什么呢 要看什么呢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殿中 是要看着 是要瞻仰神的永美 知道吗 我们有没有把这件事 看作最重要的呢 所以我们到教会 要看神的永美 要听神美 生命的道 不是来教会 看这个 看那个 看不好的 看听是非 然后看到这些说 教会也是不完美的 教会也是 很复杂 很让人失望 我问你 你为什么来看这些 你为什么不来看神呢 神才是完美的 神才是圣洁的 神才是赡养的 你为什么不看 这些完美的 圣洁的 荣耀的 你为什么不看 你看那些人 都是转座 你看传道 传道也是转座的 你不知道传道 有这么多转座吗 有时候我们也是 不圣洁的 难道不是吗 我们会骄傲 我们会贪心的 不是吗 我们会受谎的呀 我的天啊 难道你没有啊 你看到我们这么 有这种软热的时候 难道你没有啊 你受谎更可怕 你贪恋世界 你更贪心 可是你看我们 一点点过错 你就一直在批评 一直在扩大它 一点点的软弱 你来教会看什么 看神的勇美 不是来听诗慧 是来听神的话 生命的道 这才是来教会的 真正目的 同时你也不要 再一直批评教会的 因为你也是 教会的一分子 你也知道你 还没有完全嘛 是吗 你完全了吗 你还没有完全啊 那我也没有完全 传道也还没有 真正的完全 大家都还在 努力追求 努力灵修的 努力学习的 大家都一样 那所以当然 就还有很多 软弱的事情 因为我们还没有 完全的圣洁 还没有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 大家努力 大家互相勉励 我们看神的勇美 让自己越来越勇美 这才是真正的 重要的一件事 这一件才是 重要的事 大卫说 我有一件事 其实是 他有很多 现实 可是他就 唯一 看重 这一件事 就是要 固在 神的 店中 看神的 勇美 很可惜 我们没有 这样来看 若有 看重 神的 勇美 今天的 机会 就不会 这么冷淡 机会 也不会 这么软弱 那请注意 这里有 三件 信仰的 表现 第一件事 这里说 住 就是住在 住 就是不离开 住就是 说明 这是我的家 我们常说 你住在哪里 当我们说 你住在哪里 那个就是 你的家 你住的地方 你的地方 那住在那边 就一定是 不离开的 如果没有什么 事情就不会 离开的 所以我们是 住在神的 店中 说明 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不离开的 地方 绝对不是 有空来 坐坐 好像客人 来坐客 这样 教会不是 我们坐客的 地方 是我们的家 我住在这里的 我不是 有空来 坐坐的 客人才会 这样 有空来 坐坐 有空来 坐一下 客人才会 这样来 坐坐 请问你是 教会的客人 我们是家里的人 神家里的人 我们住在这里的 住在神的店中 住在这里 不离开 因为这是我们的家 第二件事 信仰的第二件 表现 赞扬神的永美 就是刚才说的 道教会要朝见神 而且还要见他 永美 荣耀美丽 你说你见不到神的荣耀 其实那是因为你没有用心来看 我不是讲过这个见证吗 一个老信徒 一个老人家 刚信主 不久的老人家 刚刚信主 你知道他怎样敬拜神吗 他说 我要用最好的态度 最好的精神 敬拜我的神 他那天他是神病 他又发烧 又发冷 又发热 等自然身体 就要沉睡 他告诉自己 不可以睡觉 我要用最好的精神 最好的态度 敬拜我的神 一个生病的老人家 这样说 结果他见到神的荣耀 见到天使 神也派天使 你去跟祂坐 荣耀祂 尊荣祂 神叫天使跟祂坐在一起 教会是见神的荣美 第三件事 来到神的殿中 我要求问 有没有 这里有一句话叫求问 在祂的殿里求问 请问要到哪里去求问呢 在殿里 在殿里求问 今天有事情 也不来教会 发生大事了 不平安了 有魔鬼工作了 也不来教会 只是用手机 传个短信 替我祷告 家里不平安 在家带祷就没事了 这样就交差了 就解决了 现在的情景 很多都这样的 有事情的还不来教会 没事的更加不会来教会 传道友讲错 有事的都不来 没事他怎么会来呢 有事都不来 没事跟他不会来 大卫说他要在殿中求问 就是到教会神的殿中来 以神交通 以神亲近 所以这一件事当中 有三个信仰的表现 第一 住在这里 第二 瞻扬神的永美 第三 读问 好 我们就到五节跟六节 这五节六节是神与我 我与神之间的关系 第一 我遭犯难的时候 神在暗中的保护我 暗暗的保护我 第五节 说明神未曾运使我们 不会遭遇犯难 神没有这样的运许 但神却运许 我们在遭遇犯难的时候 保护我们 有时是暗暗的保护 就是你不察觉的 但是神却是在保护你 所以注意哦 我遭难的时候 我正在受犯难的时候 所以我们基督徒 神也运使我们遭犯难的 神没有运使我们说 不会遭犯难 没有这样的运许 那第二个重点 神把我藏在 祂藏幕的隐秘处 有没有 这是最妥当 最安全的保护 藏在藏幕的隐秘处 就是说明 我们常常说的 在主耶稣里面 在基督里 藏在神的藏幕 就是在基督里 在耶稣里面 也就是犹大叔 二十一节所说的 我们要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藏在神的爱中 就是隐藏在 神的藏幕的隐秘处里面 那你都不来 勤敬神 也不来敬拜神 你什么会有 最妥当 最安全的保护吗 你没有 好 那第三个重点 神又将我 高挤在磐石上 有没有 第五节 请注意 这是神拯救的方法 神拯救的方法 不是将所有的仇地消灭 不是这样的 神的方法 神的帮助 也不是将所有的难处 全部移开 没有 没有难处的 神拯救的方法 而是将我们 高挤在磐石上 耶稣基督的身上 意思说 我们的仇地还在 我们的难处 信仰的难处 圣物难处 还是不少的 今天魔鬼到处都有 到处都在破坏 神没有将这些仇地消灭 没有 但我们的生命 却已经被神 高挤在耶稣磐石上 在耶稣这个磐石上 稳稳妥妥的 安稳 稳定定 甚至可以在敌人面前 来摆设 言细 来享受主的 主的爱 主的美 主的一切丰富的 那第四个重点 听神这样的爱我 高挤我 第六节 那我现在呢 就得以昂首 高过四面的处顶 你为什么会在敌人的面前 昂首的抬起头来呢 因为神已经将我高举啊 因为神疼爱我啊 所以我们可以在仇底的面前抬头 当你在仇底面前 魔鬼面前抬头的时候 魔鬼就在你的面前低头 因为他打输了 他不能胜过你 他不断地引诱你 但是你不受引诱 他不断地要你离开神 但是你不断地 坚定地对神中心 他不断地毁谤教会 要让你对教会失去信心 但是你却越发地 爱护这个教会 传扬这个教会 竞争这个教会 这个就是你在敌人面前抬头 从你在你面前低头 他没办法 这就是神 是我们尊荣耀尊贵 在敌人面前抬头啊 那我问问你 今天在许多的试探当中 在魔鬼的这种 不断地攻击中 你是常常 一下头的 还是常常抬头的呢 第五个重点 现在 我要在神的帐幕 就是教会里面 欢然献祭 献祭给神 奉献给神 所以我们来教会呢 要高高兴兴地来敬拜 高高兴兴地来献祭奉献给神 现在我要唱诗歌颂神 看到吗 第六节 那这一段圣经呢 也是大卫说出 他与神之间 亲密的关系 这一节 也在见证 神怎样的爱他 那他就怎样的 回报时的爱 这就是第五节 跟第六节的 重要道理 神与我 我与神 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好 我们进入到第二段 七到十二节 来一起 一二三 耶和华 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 求你垂听 并求你连学我 运运我 你说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 我心向你说 耶和华 你的面 我正要寻求 不要向我湮灭 不要发怒 感触 徒人 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救我的神 不要丢弃我 也不要离去我 我父母离去我 耶和华 必收留我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 使教我 兵我仇敌的缘故 引寻我 引寻我 走平坦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 交给敌人 祝其所愿 因为 旺座见证的 和口吐 凶言的 起来攻击我 这第二段 叫做信心的试炼 那么在第七节呢 诗人在 犯案中 祷告的时候 求神垂听 求神怜悯 求神孕孕 记得 在犯案中 祷告的时候 有三件事 一 求神垂听 二 求神怜悯 三 求神孕孕你 那到第八节的时候呢 因为我正在 叫做神 你的心意 正在寻求你 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 神要垂听 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 神要怜悯我 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 神要应运我 答应我呢 因为我正在 照你的意思 寻求你啊 照你的意思 在向你祷告一样 因为我没有 去求告别人啊 我只求告你 因为我用你是我的神 我不求别人的 我只求靠你 所以神啊 求你垂听我吧 我除了你 我没有别的了 这是七节八节里面 祷告的功课 祷告的信心 祷告的态度 那九节到十二节 九节到十二节 有五个不 五个不要的事 第一呢 就是不求神 不要向我淹灭 不要向我淹灭 第二不要对我发怒来赶我 第三不要丢掉我 第四不要离去我 第五不要把我交给敌人啊 神啊求求你啊 特别是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 神延面不顾我们啊 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 神罢怒啊 赶我走啊 我犯罪的时候 神好像把我丢掉啊 不再理我啊 丢弃我啊 我最怕的就是 我跌倒的时候 我软弱犯罪的时候 神帮我交给敌人啊 我的天啊 神啊 求求你不要这样啊 我虽然软弱跌倒 神啊求求你 不要把我交给敌人 交给敌人 我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死得更快啊 但神会这样做吗 放心啦 神没有这样做啦 如果神有这样做 我们早就死了 把我们交给敌人 我们今天还有存在 我们连渣都没有 我跟你讲 连渣都没有 那为什么大会这样祷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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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像三难仔啊 你看三难仔啊 他得罪到他 母亲发怒到 母亲分析的时候 不要打我 不要丢弃我 不要走啊 妈妈不要走啊 妈妈不要丢弃我 我怕呀 小孩子啊 这个小孩子在痛哭啊 就是像小小孩 为灵 他父母丢掉他 怕父母不理他 怕父母 把他交给警察呀 你快我交给你去警察 有没有 你快我叫警察来 那我看到大会 好像在什么 真的像一个孩子 犯错的孩子 向父亲 向母亲 哭泣 我们神就是要我们 有这种孩子的心 单纯的心 我们看最后一段 第三段 13节到14节 这一段叫做 信心的胜利 来一起读圣经 一二三 我若不信 在活人之地 得见约华的恩惠 就早已上胆了 要等候约华 当壮胆 兼顾你的心 我再说 要等候约华 这是信心的胜利 那信仰要得胜 这两节 有两个功课 要我们学好 必须学好 第一 要得胜 就是要有信心 若我不信 在活人之地 就是在今生今世 得见神的恩惠 那我早就死了 我早就上胆了 我早都 早都没有了信仰 若不信在活人之地 就是说 若我不相信 今生今世 得见神的恩惠 我信心早都没有 我信仰早都没有 就是我们常讲的 若不相信 真耶稣教会 是回忆得救的教会 老师说 我早已经离开这个教会 这是我要对神负责 我早都离开了 为什么要在这里 这里有什么好啊 外教会 其他教会 更多好处 给我们 若不信 真耶稣教会 是唯一得救的教会 你不用在这里 我也不用在这里 当传道了 在这里当传道干什么 因为别的教会 也可以得救的呀 为什么要在 真耶稣教会 真耶稣教会 比别人特别好吗 他们也得救的呀 但为什么我们不离开 被批评 被诽谤 受很多的委屈 为什么还不离开 救助打死也不离开 被人家看不起 被人家论断 被人家批评 为什么不离开 因为我们坚信 真耶稣教会 是唯一得救的教会 是神的教会 是我的教会 是我的家 这是什么 这就是信心 对神的信心 对教会的信心 第二个功课是什么 就是要等候 信仰走到最后 就是要等候 就像以色列民 走完了四十年 旷野道路的时候 剩下的就是等候 走完四十年旷野道路 就到耶丹河边等候 等过河 那个就是等候 等候过河 因为旷野路走完 因为四十年已经够了 剩下的就是等候 等过耶丹河之间 那你看启示录 最后的一个画面 最后的这个交代 就是等候 不断地等候 从创世纪 从创世纪开始读 读到启示录 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就是等 主啊 我愿你来 我等你 我等候你 我等你来 那又如何等呢 这里第十四节说 应当壮胆 坚固你的心 用坚固的心 胆大的心 来等候主 我在说 要等候耶稣 这是我们得胜的 两个功课 一个就是信心 一个就是等候 今天这两个功课 都失去了 都看不到 讲信心 越信越没有信心 讲等候 许多信徒 没有等候耶稣 根本没有等耶稣 没有失去了 这种耐心 有些等不及地走了 不用再等 等到今天耶稣 都没有了 不要等了 但是你要得特 就只有信心 还有等候 这两个 信靠神 遍布其他 让我们 大家 再一次 唱出信心之歌 唱诗